好,各位好,我是院长五花肉 这个女鬼桥啊,这个是前几天出这个这个正式版了吗 通关了 其实早就通关了 完了以后刷了几天电视剧 咱们就是说做一个最后的这个决战这一块啊 那个就是学校的这废墟啊 就就这一块嘛 咱们目的是把这个这里边带红灯啊 这个玩干掉啊 出来以后先往右走 右走以后这边开门遇见这个谁 就是说一个个超度吧 然后先是超度这个孟伯儒 这言之担当啊 没想到第一个是你 然后就感觉这个游戏吧 就等会再说啊 咱们先过这一块 然后那个边看有厕所了 咱往这边跑 其实这块不用躲在厕所里边 哎,你在这这么蹲下 他基本上就不会追你了 啊 然后这游戏吧 大雨出的 然后仙剑 宣传剑 什么大富翁啥的啊 这台湾相当 哎 有实力的这么一个游戏公司 然后给咱们童年带来不少快乐嘛 然后做这个恐怖游戏 可能经验不足 还是咋地的 玩的就就那么回事 啊 注意就是说 看那个咱们现在一直追着他这个雪走啊 就是地上那个水 别让水碰着碰着也行啊 碰着的时候你别动就可以 啊 咱等一波啊 从这边这个墙这边绕过来 是吧 等一波啊 哎 然后就慢慢溜达 就不也不用跑 就是该跑的时候跑一下 没事的话咱就溜达 然后这一块就养成那个随手关门的好习惯 啊 这拿到一个钥匙 哎 第一遍玩的时候啊 真是啊 啥也不知道 那个烂七八糟的 然后练个几次以后呢 咱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就是也摸清这个地图了 看这等一波这个雪水啊 等一波这个雪水 然后等这个雪水再过去啊 从咱们左边过去以后咱们再回去 哎 那这电影嘛 这本来是一个电影改编的 完了以后 我的这个一个微信群里边 有台湾朋友吗 人就说了 他这个家就离这个学校特别近 这不是叫东湖大学吗 人好像是叫庚海大学啊 哎 还等一波 等一波 整个现在我都不敢呼吸了呢 稍微有点紧张吧 也是 这游戏吧 前期的铺垫太多 就感觉那个 就是恐怖元素又略选多余 就那种感觉 到最后这一个决战吧 就觉得这个 最后决战这一块啊 就是恐怖元素氛围拉的比较满 还算是不错吧 但是感觉这电影改编的也还行 总体来说 打个六分不到七分吧 还还算可以 然后 就是肉某人是吧 本本来就是玩这个像什么逃生啊 还有就是生化这一类的游戏啊 比较擅长 解谜啥的哈 比较擅长 所以对这恐怖吧 恐怖游戏的感觉不是那么在意啊 哎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妹子叫郑林恩 你不适合这里 哎 然后就是说每 就是超度完一个同伴呢 这个女鬼就会过来去查看一下 啊 一般来说会有这种柜子之类的地方给咱们堵 所以他对咱们造不成太大的伤害 就看一圈就走 啊 好 完了以后从这出来就行 出来这儿有一个钥匙啊 咱把这个钥匙先拿上 那这游戏出的也是时间短 时间段比较比较那个什么 然后施压庄也封城 然后我的工作暂时往下推进不下去 所以先歇两条啊 是吧 呵呵 这不个情况 啊 然后咱们再从这个厕所这边绕过来 这游戏里边所什么收集啊 烂七八糟的 感觉意义不大 没什么兴趣 然后里边人物对话啥的 我就没录嘛 你感觉婆婆妈妈的 而且就是台湾人说话很机车 就那种感觉 知道吧 不是特别喜欢 完了以后 咱们就把这个这一块 就是给他通过关就得了 所以就录这么一个这个视频 最后什么结局的那个 就是那个跟叫继德权的那人啊 对话啥的我都没录 就是反正就是说 把这女鬼干掉就完事 哎 就等了一波这个水吗 完了以后 咱们再绕一圈 从这绕绕绕绕过去 就是说这这条道 咱得走两遍 好咱往过走啊 还是跟刚才一样 这不是这个这个水吗 咱躲一下这个水 哎 等这个水绕过咱们了 这个吧 反正我这也不会整活啥的 就是 那些剧情烂七八糟的 也懒得跟他那个掰扯啥的 就是讲什么的 是吧 剧情咋地咋地的 没意义 感觉不好玩 你还不是看别人电影呢 是吧 咱们就把这个 这个就这么一点 我觉得有可做的 这么个意义吧 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这个是咱们要解救的 第三个同伴 就超度 然后咱们把它超度完以后啊 这一块是不会有女鬼 对咱们怎么着的 就是不会发现的 但是你不能开门 开门一出去 他就看见你 看 完了以后呢 咱们就迅速 还是躲到这个厕所里边就行 等一半 等他过去了 走了 咱们可以出来了 然后往右边走 往右边走 就是他这一块就是要素比较多嘛 然后刚才是只出现了拿钥匙跟超度的这么一情况 现在就是出现了那个什么 收集 还有需要收集的东西 这儿有一个钥匙 咱们先把它拿掉 拿上它以后呢 然后往这边来 这儿有一个这个 哎 叫脑花啊 有一脑花 咱们捡了脑花以后呢 就从哎 这边来 从这个门出来 从这门出来以后 然后 然后 这是厕所 哎 被发现了啊 被发现没事 不要紧 哎 我 这得 这儿 这儿 就只差一步 你看看 在晚 0.1秒 他就发现我了 我天哪 老可怕 哦 好 等那个水没了 咱们再出来啊 这前面还有 这个伙伴 需要咱们超度 还有一红头发 这个叫 叫 离了药 小伙 能教 但是呢 就是 话太多 好 咱们再躲一波 再躲一波 你看 这怎么也没了 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干的 这个女鬼 她的这个判定啊 很迷啊 一会儿大家就看见了 好 那就又捡了一珠心 感觉 对 来 出来 没啥事啊 咱往回走 然后这边有一个 这个黄灯 咱把这个 刚捡到那个钥匙啊 在这儿用上 养成随手关门的好习惯 所以说身上少了好多器官 在这儿等一波啊 等他这个水没了 不知道为啥 这恐怖游戏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呢 有恶心巴拉的 前面好多段我都掐掉了啊 不愿意给大家看 尤其是那个什么 里边有一段是 哎呦喂 不甭甭说了 就感觉就跟那假卡显的狮一样啊 除了下三路就屎尿屁 没别东西 好 咱们在这躲一下 他不会对咱们有什么 就是发现不了吧 是吧 就只要是你知道他发现你了 然后你就赶紧跑 就知道他的方向嘛 哎 再蹲下啊 等会儿 然后需要那个钉子吗 然后往回走 其实可以奔着有灯光的地方去 但是 就是还是走这个屋里边会稍微安全一点 就这一块啊 我赶紧蹲下 哎 他还看见我了 他没搭理我走了 他这个判定很迷啊 养成随手关门的好习惯 完了以后 把这几个这个灵物件都给他安上 然后 出心啊 眼睛啊 脑花啊 啥子 腰子 肝啥子 给一丁子 咱们不着急啊 再等一波 等他这个水过去了 咱们再走 还是走那个屋里吧 走屋里会安全一点 他这里边有几个这个存档点 就是说你拿到这个关键性物件了以后 还不是说是你超度完谁会那个什么给你存档 比如说拿个钥匙拿这钉子啥的 是吧 那些什么脑花那也还不算 就是说这种关键钥匙什么的 它起作用 就是能给你就是有这个存档 那这还挺优雅 实在太优雅了 这个叫石雨晴 这个一直是背地里边直演 就以一个鬼魂的形态啊 好 完了以后 他这个就等于说是整完了 这头发啥都烧了 把那个这个这个里边亮红灯了 这个这个就就就就露出来了吗 现在咱们就不用怕了 这一块好像也没有鬼跟着你啊 咱直接就就溜在 然后看看 然后身上所有东西都没了 就光上一宝剑 这收集啥的我也懒得弄 没啥意义感觉 先把这个心脏一处 然后就基本上就这就完事了啊 这这这已经通关了 就没有咱们再需要操作的地方了 是吧 这女鬼还愣了一下吧 哦 行啦 那这个游戏吧 也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 接下来我看更新什么 然后最近也是刚到了六级 到了六级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啊 反正我打铁还带小闪电 是吧 这么多年 感谢大家支持鼓励吧 然后咱们下一个游戏视频再见 好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